《捷克首都布拉格》的一位家庭婦女 维拉·捷马赫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 发现了丈夫藏在家的相片和信件 在一个女人的相片 这个女人长得非常漂亮 而这些信件是这个女人 写给维拉·捷马赫的丈夫的 维拉温身战斗着 将这些信件看完 从这些信件中 维拉可以知道 她的丈夫已经和这个女人有了三年的婚爱情 他们是在一次旅游的途中认识的 最近 这个女人在逼维拉的丈夫向维拉摊牌 而且要她离婚和自己结婚 维拉·捷马赫看到这些信件之后 感觉自己温身冰冷 她是多么爱自己的丈夫 但是丈夫就这样对待她 她回想起自己和丈夫戀爱的每一个情节 这些回忆让她痛苦万分 她现在终于明白了丈夫的异常行为 说公司加班 整天凌晨才回家 很多个星期六星期日都要出去 说要去见客 她原本毫不怀疑自己的丈夫 因为她是多么爱丈夫 但是事情原来是这样 她原来是和其他人去约会 维拉想到了自杀 她写了一封遗书 遗书中她愤怒地谴责了丈夫 然后她就从三楼跳下去 她以为自己就此要告别这个世界 但是她正好落在一名刚刚从公寓底下走过的男人身上 冲撞力扎死了这个男人 而维拉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维拉折马克爬起身一体 这个男人正是她已变了深的丈夫 这样的巧合让维拉自己都目登口爱